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方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KL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三个频道也遇上了一些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多谢大家 节目录制的时间是2021年8月11日 今节亦是正向时事多合一的时候 第一则新闻来自澳洲 其实在这个《芒组》 讲一群环保分子搞国会的事情当中 我都稍稍提过一下 究竟是什么事呢? 就是刚刚联合国出了一份报告 当然了 就是说全球暖化的了 我们总理 在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说关注 全球暖化的时候 我们总理再次拒绝 就是我们总理Scott Morrison 摩总 莫里森再次拒绝 2050年澳洲实现碳零排放的这个目标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其实就是这么多发达国家当中最狗嘟的了 澳洲政府就是 澳洲的人均碳排放量 全球排第二 他现在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 哎呀 我不会代表澳洲人在没有计划的目标上 签署一张空头支票的 叫你制个计划 现在就是叫你制个计划 是吧? 起码你有个叫做姿态先啊 还有现在呢 全球的领导人已经发出 气候变化的国际红色代码警告了 你还这样做其实呢 真是澳洲国耻来的 这个嘴唇 就是你连做个姿态都不肯 那么他还说 空头支票的承诺 最终要付出代价的 而你最终呢 要付更加高的税啊 全球暖化的代价 可能更加高的 老板 你看看我们大宝赵搞成 以后没有游客来的了 再这样破坏下去 大佬啊 说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 委员会IPCC就警告 除非采取严厉的行动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否则地球将在十年内变暖1.5度 导致海平面上升 我们澳洲是倒角来的 大把城市会消失了 到时 当然了 极端天气会更加多 而且更加频密 破坏力更强 你看看BNO组国 魔总就来自这个康和 来自这个康玉尔棍 来自英国 来自一个监犯家庭 Anyway不要紧了 你看看BNO组国英国 首相 约翰尔森 Boris Johnson 他就警告 世界领导人应该采取行动 我们一定要敲响警钟 但是澳洲联邦政府内部也十分反对 通过立法实现碳零排放的目标 我们总理就说最好就可以达到目标 不是制定一个目标 但是你说出来的目标 是碳零排放而已 最好是什么意思呢 你尽力就算了 你尽了多少力 你过去的历史就是了 当时谭寶说起一口气 都是为我们做研究的 叫Fellow讲一些话才行 谭寶说给多少钱 根本没有落实到的 最后还是靠一些有心人 去帮助而已 真的说起我就生气了 我们总理 Scott Morrison 摩总还说 应对措施应该搞这个技术的改革 我要跟全世界讲一件事 技术可以改变一切 那你又用碳 你的碳有没有干净过 排出来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有很大的道理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方法是技术 而不是通过钱通过税收来解决问题 你是要通过税收去阻吓他们才行 你的技术有没有投资 他就说政府已经投资 轻气技术和碳布获技术的了 作为减少澳洲排放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样说 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技术 其实浪费 现在是未被证明可以大规模的用 你其实是讲大话而已 你有投资投资多少 有多少效用 当然不是什么都讲效用 但是你连纳税减排都不敢 起码都做过姿态吧 我们还搞笑开到车的 人家用这个电动车就是有税务奖励 我们开电动车还要征税的 你没听到这么荒唐 哪有国家这么荒唐 全世界都在澳洲是这样 开电动车是要征税的 听着 魔总就说 我今年 迟些就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次重要的 国际气候会议之前 政府预计在2030年前实现 减排目标就给一些新讯息出来 当然了 工党借用它 反对党就说 政府需要承诺 2050年实现 暗灵排放的目标 最重要就是 现在这个时候政府要解决内部问题 并且开始在气候变化方面 有所行动和提供一些明确的目标政策 现在全世界都在笑澳洲了 不过 又有些蠢人去搞事 我今早早上都说过 有些人去BBQ 一部BB车 在这个国会前面 其实就给人家印象好不好 原来这帮环保分子是这么极端的 更糟 我觉得这种行为愚蠢 令到人家更加 讨厌环保分子 这是第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 来自家产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 安省的官员 刚刚宣布 进入秋季安省每天的 新增的人数将会上升 安省已经连续五天 报告新增的个案超过300例 7日平均 新增的个案就有306例 上一次 7日平均数是这个数字 是6月底了 不过卫生官员当然叫你不用担心 他们就说过去一周 安省的确诊数是上升的 全民应该进入一个预期 预期什么呀 数字会继续上升 不过不需要恐慌 这么说 他就说因为我们的个案率会随着时间而波动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需要恐慌的理由了 我们可以预见到个案一定会继续增加 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通过充分接种疫苗来避免个案的突然加速 这个都对的 又不可以太过乐观 我觉得这位阿哥好像有些乐观 就是安省的这个卫生官员 他就说公共卫生部门现在有能力适当追踪接触者 并且限制个案的传播 哦 鉴于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受到保护了 我们预计住院治疗和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 将会是更加年轻的人群 这个是事实的 Delta变种对于更加年轻的人群 也都很强的传播力 那安省的卫生官员就说 两个星期后就达到第二个疫苗目标的了 都很厉害的 都是厉害的 这个都是事实的 都是比澳洲做得好这点 那这个是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就来自美国的 那美国联邦参议院呢 其实呢 就刚刚通过了 一个金额 总金额啊 说明一下 华西亚 1.2兆 比金的加速基建 现代化的法案 这个法案呢 如果在众议院也都通过的话呢 将会是拜登政府的一大胜利 拜登 形容这一个 是一个历史性的法案 民主党 在参议院呢 勉强过本 不过 在三分之一共和党议员的 票数支持下呢 最终 这项基建法案呢 以69对30票通过了 接下来呢 就是 送到众议院 审议了 这份法案呢 其实呢 都是经过了几个月的制定的 要求联邦政府 新支出 5500亿美金 用来改善美国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 包括投入资金 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 和减慢他们的速度 澳洲的大佬啊 美国啊 都做得这么好啊 为什么你不跟机呢 你这个魔种 说起都一吐气啊 那法案的总金额呢 刚才说过了 1.2兆美金 相当于西班牙一年的国内 生产总值 就是这个GDP 其中 部分的资金呢 是先前已经批准 但是 尚未支出的 法案 未来几周将会在众议院 面临 一个表决 由于 在众议院居多的 民主党内部呢 也都出现了分歧 所以这项法案 在众议院 过不过得到呢 也都是充满了 不确定性的 拜登呢 说话有点像激战 他呢 就在Twitter这样写 他说 对于我们基建 历史性 一世人得一次的投资 嗯 那如果 我们不做 我们承担不了后果 哇 好像 你就输了整世 是啊 没错啊 哎 我们一个世代 才一次的而已 这个投资 那也是 整1.2兆美金 我都真的 挺厉害你听到 都不敢想象是多少 确实 哎 那 这个第三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来自 美国纽约的 那 新陷丑闻的 纽约州 州长 科获呢 那 刚刚也都宣布 辞职了 将会在14天内 增效的 嗯 科获当日 在纽约市 举行记者会 就宣布这个决定 他辞职之后 就会由 博客以 接任州长职务 也都成为了 纽约州 历史上 首位女州长 今个月3日 纽约州的检察总长 尖诺霞 其实就宣布 经过调查发现 科获在在职期间 对多名女性 作出一些不当的行为 和骚扰 有 咸豬手 也都有 趁人家 不回忆 就 咳咳 哇 真是够狼胎 这个人 那么科获呢 当日在记者会上面 承认 自己对报告中 提及对 女子的一些 不当行为 是有做过的 哦 经常呢 都会用 甜心 亲爱的这些词 来形容某些人 但是 他就说呢 这个是自己向其他人 表示亲切 或者礼貌的方式而已 并没有任何 不轨的乞讨 哦 哦 如果口头上的 都勉强给你说得通的 但是你动手 动手哦 是啊 那他同时强调 这个并非说自己 不要对十一位女子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自己的范围 的确是超出了 对方可以容忍的范围的 所以他呢 就表示深深的协议 那么科获还说呢 检察总长的报告中 对他提出一系列 最严重的指控 是缺乏可靠的事实根据的 被指控的有 一些不恰当行为 以及被查实存在的 一些骚扰行为呢 这些呢 两者是有区别的 就是他说不恰当 和骚扰是有区别的 总之是交给法律 交给相关部门去搞了 我都不会说 但是据我所知 只要大家 或者是大家当然是指 他们那些受害人 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 你就已经是 构成某些罪名了 那科获就说呢 报告发布以来 自己和律师 一直关注 事态的进展 深知自己呢 已经形成巨大的舆论 大家对于 他的所谓丑闻 感到愤怒 是理所当然的 他就说我爱纽约 我不想给纽约带来 任何的负面影响 科获就说 根据目前情况 他觉得 主动辞职是最好的选择 检测总长的报告公布之后 多名科获的好友 包括什么人呢 就是拜登 都表示科获应该辞职 连拜登都这样叫你的话 你就 留不到你的了 留不到你的了 科获最终都是 顶不住这一步了 只可以走啦 他的好朋友 有些都是离他而去的 所以他只可以结束自己长达 十年的州长生涯 对于即将接替自己的这位新任女州长 霍赫义 他就说 他很聪明的 可以胜任这个职位的 还有他就说 权力交接将是会无逢交接的 自己对于Delta变种感到十分忧心 但相信新的州长可以很快进入状态 那女州长在科获宣布辞职之后就发表声明 他说表示赞成科获的决定 你得上 你得上 那不知道你是否想做的 但是一个事实就是你上了位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上了位 你得上 还有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承担州长这个责任 年近64岁的科获 其实就是2010年首次当选纽约州州长的 并且在2014、18两次连任成功 19年的时候 他曾经宣布自己有意谋求第四任的州长职务 他在任内纽约州在这个管理棒棒 减免公立大学学费 改善公共住房环境 以及允许彩虹人结婚这些领域 都是有进展的 2020年3月 纽约也都是新冠大爆发 随着州政府强力管控 纽约州也都是逐渐成为了美国 防疫比较出色的州份 科莫在这个过程中也收获了巨大的人气 但是州政府对于养老院一大堆人去世 以及疫情实际状况的处置 依然是很多人觉得有所欠缺的 那怎么也好 科莫先生六十几岁人 就安心幸福 也不要这么多手了 好 那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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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